海贼王大将黄元闪光果实真的无敌吗?到底有哪些弱点? 海贼王已经连在20年,其间伟田塑造了数不清的角色和恶魔果实。 其中讨论性最高的就是黄元的闪光果实。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闪光果实都像是无敌的存在,极具光环性。 闪光果实的每一项优点,转化过来,也就成了黄元的每一项弱点。 闪光果实的攻击模式实在太好用了,极光术、八尺穹勾玉都是远攻型招式,以至于黄元的近战能力较差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元和泽法雷厉的近身战。 剧场版中,黄元奉命干掉泽法,但身为黄元老师的泽法最清楚他的弱点。 直接近身引爆,差点拉着黄元同归于尽,就像泽法说的那样,黄元太依赖闪光果实的远攻能力, 以至于和高级别对手的近战中往往落于下风。